假日的嘉義市 上市場買菜的人還不少 由於市長黃米惠在24號宣布 配合五倍振興券 將加碼普花美人2000元現金 結果戶政事務所這兩三天來 就增加了30幾個人遷入 比上個月增加一倍 市長說普花2000元現金 經費是努力節省來的 計算108、109年度 歲計剩餘5億多 這部分原本可以存起來 但遇到這次疫情 決定加碼發2000元 是為了拼經濟搶商機 會在9月議會臨時會時 提出追加預算 加碼發現金不落人後 格林嘉義縣的議員也提案 要縣長翁張良跟進 甚至這麼說 這連民進黨團總召都立體 僅加碼發2000元現金 但縣長翁張良頻頻阻擋 強調加一是零負債 加一縣財政困難 三年來好不容易還了二十幾億 負債還高達151億 實在無力負擔 儘管如此 在藍綠議員的共同支持下 議會還是審議通過 要縣服比較加一市 發給縣民每人現金2000元 TVBS新聞 季健亨 嘉義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